不要說聲音了 來,第一個,這一課呢,第八課在上的東西就是天氣的表示方法 那我天氣的表示方法呢,其實就這三句 這一課的重點就這三句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第一個給你的是藍色 第二個給你是藍色 第三個給你是藍色,知道為什麼嗎? 藍色 謝謝你喔 因為它都是 竹子 那紅色的部分,我加了s 意思 跟have 第一課都是什麼?動詞 也就是我們句子的順序叫 主 動 受 律 那英文裡面呢,你什麼都可以省 就是主詞,動詞不能省 可是為什麼我會寫這三句在這兒 你要先幫我抄在你的標題上面 你的講義上面,就先幫我抄這三個 然後一樣,我有藍色你就有藍色 我有紅色你就有紅色的原因 是因為這三個它都不能隨便亂搭配 你不可以it is 你不可以we layer red 你也不可以寫layer half 都不行 它搭配的呢,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永遠 那為什麼我這裡加s 是因為還好吧 因為Honey版用的呢,它是用在這裡 你知道它如果出在第三課啊 康圈版是出在第三課 它搭配的是過去式 你搭配過去式的時候,你就瘋掉了 那你們現在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學到任何的過去式 最終就下一課學到晚的word了 沒了 OK齁 藍色的都是主詞 紅色的都是動詞 記住一定不可以交叉相承隨便亂改 沒有,it搭配的就是race 意思搭配的就是lare 還搭配的就是lay 不過這個lay呢,我寫的不好 因為我怕你們搞混 所以我在這個時候我再寫 如果是強調自己國家 我沒用we 強調我在跟你對方 你這個人講 我用you 強調別人的國家 才是lay 我說欸加拿大的天氣怎樣 跟我們沒關係嗎 那我就可以用lay 跟你我無關的時候 其實你就用lay 所以在lay的後面 或是lay的下面 寫上we跟you 那要看狀況 可是大部分都是lay的 好,那就正式進到講義囉 來,第一個 有發現嗎 我先拿螢光筆喔 請你們先畫幾個裝置 來,第一個 幫我把A的地方 這個形容詞畫起來 仔細看你的講義 有找到B嗎 有,B是什麼 B是什麼詞 動詞 有發現喔 B是動詞 所以呢 你要搭配的東西 第一種是形容詞 第二種是動詞 再來一定有C C搭配的是什麼詞 名詞 有發現嗎 在這兒 C搭配的是名詞 所以請你先幫我把ABC 這三個標題先畫起來就好了 再來我們就要一個一個來判斷 是因為它不同的詞性 它有它規定的主詞 好不好 來,然後就回來了 你就先畫ABC 就是講義上面一定有ABC 第一個 如果它是形容詞的時候 一定是IT 有發現嗎 一定是IT IT 那為什麼這裡是WAS 是因為你們下一刻會學到 IS的過去式叫WAS 所以今天天氣怎麼樣叫ITIS 昨天天氣怎麼樣叫IT WAS 那因為呢 為什麼它知道它一定要用是形容詞 因為形容詞搭配的一定是B動詞 也就是句子裡面沒有動詞的時候 我就要找B動詞出來 可是第二個呢 我的主詞改向 改成The Weather 可是The Weather幫我寫個限定版 什麼叫限定 什麼時候用到The Weather 平常都相通喔 對,你強調什麼集結 還有強調什麼地方 某個地方 我限定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只能用The Weather 平常都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今天我想加拿大的天氣 你就好 The Weather in Canada 就沒得挑 我們就不會用IT的這種方式 好,所以下面來 第一個 用來表示天氣的主詞 可以用IT 也可以用The Weather 那我剛剛說了 為什麼你要分這兩種 The Weather人特色在哪 限定 好,那來看第一題 今天的天氣很好 你會怎麼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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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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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 的那個形容方法 其實除了nice之外 寫另外一個叫fun How are you? I'm fine 也是那個 How's the weather? It's fine 所以今天天氣很好 因為我沒有限定嘛 我就普通這樣子講 所以兩種都可以 你可以 It is nice day The weather is nice today 你如果不想寫nice 你就寫fine 不是sunny喔 sunny我們會翻譯的時候 就翻成晴朗的 可是對於有些人來講 sunny比較天氣好 像我就不喜歡sunny 我喜歡ranny I like rainy days 我不喜歡sunny day 最剛好 更壞 不要照你自己的理 萬一是把sunny rainy寫上去 沒有 好再來平關筆 因為有些東西我都幫你打號了 這次呢 你們要寫的東西不多 反而是要畫的東西比較多 好提醒你 It is跟 it was 或是the weather is there was 可以交互使用 把這個交互使用 拳起來 可是 如果上下文 我看不出在討論天氣的話 我看不出是天氣囉 那你就不能 把那個不能拳起來 你就不能用it了 為什麼 it可以代表出身 it可以代表你的考試成績 it可以代表你的桌子 it可以代表你的學校 因為it可以拿來形容的是 書啊 狗啊 畫啊 笔啊 只要不是人 我們都可以事物動物 都用一層來代替 所以呢 你要記得 雖然它有兩個都想通 可是有時候還是有點不一樣 好 再來第二個 那這個形容詞 你的框框裡面 我有的給你中文 你要寫英文 有的給你英文 你要寫中文 趁現在記得 要寫的 請你幫我寫上去 雖然我那邊有多的講義 可以給我一張嗎 我要你們抄的是哪裡 幫我看一下 這樣可以給那個曹先生 就可以知道要抄哪 第一個 有要抄的嗎 沒有 都沒有要抄的喔 哪一個 又沒講義了 二個 第一個 什麼 你要去抄 文 文 第二個 第二個 誰呢 行啦 無雲的 叫做 clear 對 clear 還有呢 多雲的 cloudy 剛好都在那邊喔 剛好每個下去都在那邊 再來什麼叫做snowy 有雪 就是下雪的吧 也可以啦 一些下雪的有雪的都可以 再來 fummy 有無辱的 對 所以其實名詞加y 很多都變成形容詞了 再來 awful 糟糕的 對 可能像本來說好這幾天不是有颱風嗎 颱風下雨然後又地震的 哇哇 the weather is awful 就早到爆了啦 這就不好了 所以這些形容詞呢 這些中文呢 請你要自己 不會的你在另外自己跨起來啦 那我要你們注意的 大概就是我畫黃色的這幾個而已 好那我往下看 第一句沒有要逆寫 因為第一句我本來要你們辦中文 可是為什麼要你寫 因為在這邊 要畫個重點 比較 in Taipei today 有發現嗎 你沒有寫 the weather is rainy in Taipei today喔 你沒有搬到後面去喔 不行 知道為什麼不行嗎 寫上去 因為它限定 加拿大的學生叫做students in Canada 台灣的人叫people in Taiwan 所以如果今天講台北 今天的天氣 那叫the weather in Taipei today 什麼啦 不是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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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改一下 the weather in Taipei today is ready 謝謝你 好那第二句就要寫了 台南的天氣如何 你可以搭配我們下次要考的那個句型 我用畫個開口我限定好囉 我限定好囉 所以叫what is the weather 那你有what對不對 有what你轉答配誰 like非常棒 所以叫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Taipei today 那這裡我有教你們寫上去 寫前地方再寫時間 這個是合理的啦 主動 受 第十 所以我剛剛有教你們寫的地方 叫寫寫地方 再寫時間 可是如果你寫了 whether it is raining Taipei today 算不算錯 不算錯 可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正確 所以我還是建議你們 這種叫做限定用法的時候 我們都會跟在你要修飾的那個彼詞的後面 這個等到你們第五車車上關系代名詞啊 形容字直訊的時候會更明顯 好再一次喔 台南的天氣如何 叫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like 很好 有畫成就有like喔 那今天要不要寫 不用 不用 沒有講今天啦 因為平常就是這樣平常的天氣啊 那回答你可以it is 就好了 為什麼it 因為你講過第二次 代名詞的特色 是代替你前面講過的那個東西 這叫代名詞 所以it is sunny 就可以了 好再來下面第一題 請一畫些部分照顧原物具 而且換個開口 再一次叫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高雄 in summer 對沒畫到的 那只有這個字要改 因為這個it呢 你沒有辦法 你要限定什麼地方 所以你就要改成這個字 the weather 那回答你才可以用it 我用what欸 對不起 我是要求你寫what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改成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沒關係 我可以改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高雄 in summer 第二題 第二題 how's the weather is dub temperature 9月份的天氣怎麼樣啊 又涼爽又乾燥 所以叫天氣的主詞 天氣的主詞 蛤 the weather可以不然it its 對 its cool and dry cool and dry 等我一下喔 趁下記者我先改 反應又忘記了 應該把這個改成 耗了 算了我等一下再改耗了 有人再衝 等我一下喔 好了沒 好再來第二個要看的是動詞囉 剛剛叫你們圈的就是這個動詞 那當動詞的時候呢 一定要記住 當動詞的時候 你的主詞一定只有誰 it 沒有意思喔 是it而已喔 還不可以意思喔 知道為什麼不可以有意思 雙B 對非常好 因為具體不會有雙B 所以red跟snow當動詞的時候 表示下雨跟下雪 那這個時候呢他的主詞 語律都要用 什麼 it 沒有its喔 我還是要提醒你一次 所以it 沒有its 因為我已經把red跟snow當公詞了 所以下面啊 第二個 今天日本下雪了 或是下雨了 都一樣 叫it snow 先下雪嗎 下雨咧 rains 為什麼家里斯知道嗎 一個人 做動作 早超人 就是第三人稱單數 動詞 我加s 不是因為他下雨下雪加s喔 不是要複數 是因為他沒得數 那是動詞 所以japan today 另外你這裡 昨天 這個就有點長了 因為很多人還沒有學過過去式 所以我先講 下雨跟下雪的過去式 動詞加ed就可以了 下雨 就原本的s變成ed 所以這裡你仔細看 他就變成snowed here in random 然後昨天啊 所以說 也yesterday here 那你也可以here yesterday 因為主動 手臂是 這樣也可以 第三題 在台灣 五月的時候呢 通常下很多雨 今年就不意外 我們五月過來的 根本沒什麼雨 所以在台灣 你可以寫in taiwan 在前面 沒有你也可以放後面 所以叫in taiwan 就動號 那因為我把它當動詞來看 所以叫 it usually raise 很多 叫做a lot 沒有off喔 沒有off喔 你有off的話 後面要加名詞 所以在台灣 it usually rains a lot in may 好 再來下一個 猜猜看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正在下雨跟 下貓跟下狗 正在下那個雨 然後那個雨裡面是貓跟狗 什麼叫天上下的貓跟狗 知道嗎 好 寫上去 就是現在正下的 傾盒那是傾盒大雨 傾盒 可是現在新的英文 叫It's raining fish It's raining fish 不加YES 這是真的 在美國他們 那時候下雨的時候 下下來竟然地上在跳 他們在跳動格 那個是冰寶 結果後來發現是魚秒 真的是魚喔 下下來的魚 在魚 fish在那邊跳 然後後來他們去研究 才知道說 應該是那些魚 剛出生的時候 因為很小嘛 然後他們因為熱氣 不是會上身嗎 所以他們把那些魚秒吸上去了 然後因為他們那邊有水氣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空中呢 就一直在有水 然後就一直長大 一直長大 剛好雨吸 濕氣也夠 重量也夠 所以就下下來了 所以他們呢下下來了 就在那 piece of raining fish 我們把這個上完 所以來第二個 You raised up Casadong yesterday When I was in Taipei 就是昨天 在台北的時候 下著青盆大雨 昨天在台北的時候 下著青盆大雨 好 那先到這邊 我們先再底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下面的地方 所以我們剛剛上到了 在這裡 第一個 Rainny can't do 真的現在就叫Rainny fish 好 現在沒有在下雨 因為我強調正在下雨 所以本來是It is raining No 那沒有 所以叫Not raining 為什麼 因為死雞嘛 買地圖 所以地圖 再怎樣會不會自己回來 好 在第二題看 下雨了 看用那個字 下雨了 一樣 It is raining 奧義王 再吵一次 一個概念 後面有RNG 前面就一定要有什麼 對 一定要有V動詞 就是RNG搭配的一定是V動詞 是主動 可是你到第五次會選到 如果它是V動詞加PP的時候 表示被動 句子絕對不能有雙V 所以動詞加了Rainny Rainny加了Rainny之後 它再也不是動詞 它叫做分詞 好 第三題 今年的耶誕節 有下雪 那個有 不要每每 下雪當動詞 所以第一個字一定是 It 第二個字 意思嗎 沒有 要意思嗎 因為你用It開頭 Snow已經是動詞了 如果在意思就犯了什麼錯 雙V 對不起 要It Snow 可是我講這句話過了沒 過了 今年的耶誕節有下雪 過了沒 過了 所以要用過去式 過去式呢 你加一D 可以 可是如果你說它是一個事實 我說真的耶 今天耶誕節有下雪了耶 把他當個事實來看 加S也對 所以It's No We Don't 或是It's No's 那星期日期節日 我們用的就是 啊 那記住喔 本來年月四季早晨方式印 可是為什麼這裡不能再有印 知道嗎 This這個字很好 有This 有Let 這些字的時候就不能再有更新詞了 所以It's No的 It's No's of Christmas 然後今年 叫做This Year 好 再來下面 第三種是當名詞的用法 當名詞用法的時候呢 一樣兩種寫法 第一個叫There 椅子 There 搭配的一定是意思喔 然後幫我把椅子下面寫個What好了 因為你下一課就會選過去詩 椅子的過去詩叫做Was Have的過去詩我們也順便寫叫做Hand 那你就是We had Le had 跟You had 就是不可以愛喔 絕對不可以寫我跟我 愛一個的詩 你可以寫You 可是是你們 你可以寫We 你可以寫Le 那它的過去詩呢 椅子的過去詩叫Was Have的過去詩叫Hand 那因為它當的是名詞 我還算是名詞 我還算是名詞 它當名詞 絕對不可以先主詞意思 更不會寫Layer time 就是我們不交叉相成就對了 好 那我們先看 Run呢 就是當名詞的時候呢 記得它有兩種句型 第一個叫There 椅子 那為什麼一定是意思 因為余跟雪 每一個數 那余跟雪 當名詞的時候 你要打XX 因為你數不出來 那不可數 所以一律都用意思 那台灣夏天會下很多語 叫There 然後呢 意思 再來很多 A round of rain 對不對 再來 等一下喔 這裡的幾詞 剛剛我們講到的 請你幫我打回上去 要哪就是We 要哪就是You 要哪就是Le 然後還是要提醒你 自己國家用We 別人國家用Le 所以大概也不會有啊 不可以我有啊 你是我們的國家 所以台灣夏天會下很多的雨 叫做 There is a lot of rain 可以 當然你可以寫Watch rain There is a lot of rain 然後地方主動收聽時 是嗎 in Taiwan in summer There is a lot of rain in Taiwan in summer 再來第二次日本十二月 有很多的雪 媽 看清楚喔 我有媽喔 那有媽的時候呢 是誰跑到前面去 司機 所以 is there 對不對 所以is there Many有哇 可怕了 a lot of rain 再怎樣也不會是many 至少是much 因為雪沒得數 所以is there munch snow 不加S in Japan in December 主動 修理師 好 下面 那第一種是there is 的用法 那再來跳到第二種呢 第二種喔 因為這裡是意思嘛 所以司機辦到前面去 就對我們來講不難 難的是第二種 第二種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用的是主詞了 剛剛有寫到 主詞是哪三個 we you 跟 lay 我就寫一次給你囉 就這三個 we you 跟lay 那你有have的時候 記得它就是動詞了 所以我句子裡面 他會不會叫is there嗎 不會 句子絕對不能犯得錯 叫做 雙B 那如果要被疑問句的話 怎麼辦 意思嗎 得死可以 嗎 想清楚 因為我的主詞是we 因為 團結力量大了 長得是超人嗎 對 所以你會發現 這種句型 如果要被疑問句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do 而且也只有do了 好 所以來第一個 我們這裡今天下了很多語 叫我們 we 再來 have to a lot of rain 對 much 合音 你喜歡much 就寫much 反正只要記得可數就好 we have a lot of rain 這裡 here 今天 today 對主動說必時 所以先地方 在時間 可是第二句跟剛剛有點像 剛剛是因為there is 變成疑問句變意思there 可是這裡是你們那裡有下雪嗎 mao 所以怎麼辦 do do you have 不對 do you have 然後看你any要不要加 因為我是習慣 是因為我要強調一下 所以疑問句 我沒有any so do you have any snow 不加的時候 there 可以 可以 你可以掛號 再來第三題 他們那裡上禮拜 問題來了 因為上禮拜你們還沒學過do的過去詩 我先講齁 對很好 所以叫 他們講 la didn't have 對不會沒關係 因為你們還沒學到過去詩 la didn't have 那因為否定 所以不用的就是any la didn't have any rain there 然後上個禮拜 所以上個禮拜 記住 要嘛就是was 要嘛就rain加1d 要嘛就是用didn 我們要用的都是 我去是 記得喔 rain跟snow不可數 所以再怎樣都會下孩子 除非那是動詞 那是動詞的時候只能getto 好 再來 另外呢 其他我們要跟補充天氣的名詞 我講的是名詞喔 名字還有哪些 第一個 fog我已經寫好了 thunder我也寫好了 要你寫的是簡單的 風 叫做wind 這樣超上去 再來shower的中文 真語 對就是午後雷真語 再來 雲的 名詞 cloud 所以沒有cloud 沒錯吧 再來午後雷真語寫上去 就是act new thunder shower 就是午後雷真語 寫中文 這是要給你寫中文 看得懂 很重要 會背 更好 甚至於背背了起來 就靠你自己了 再來 下面為什麼我都沒有用你們寫 螢光筆準備號 這裡你們不用寫 你們只要用螢光筆畫 因為第一個方法這個還有寫的動詞 然後寫一個東西上去 打叉叉 因為你們到後來 會不會開始隨便自己亂湊 寫個it 寫個lear 打叉叉 因為你有have的時候 你只要是have的時候 就沒得挑 只要是那個have 你就不可以有it 不可以有lear 它搭配的一定是這個主詞 we you lay 所以這句雖然沒有要你寫什麼 可是其實是你們最容易犯的錯誌 是你會寫it has 不然就是寫lear have 很可怕 好再來 第二個 we will have afternoon thunder shower 請你翻成中文 will叫做將要 成貿論是明天 好來我們試試看 我們明天將會有 午後雷真語 對 要把我們翻起來嗎 不用 因為那個只是為了講天氣 所以明天將可能會有 午後雷真語 那到底會不會有 不知道 可是這個叫未來師 你們第三次會學到 will這個字就是將要 明天將會有午後雷真語 等我一下喔 我確定一件很可怕的事 我有錄嗎 有喔 嚇死我了 我以為我要重回來了 好的 我們就看下面三句 現在呢 要你們開始寫 開始自己寫 開始自己寫 自己寫 我現在看 看你對多少分多少 好了 我們看一下喔 第一題 No we don't have any rain here 請你照原問句 那因為呢 它本身有個don't 所以應該提醒你答案了吧 怎麼會 第一個字 Do嗎 所以就變成 Do we have food 可是你的any要變成什麼 some 可以嗎 我這樣顯示對的嗎 我要問你是我這樣顯示對的嗎 對 是some還是any 對喔 我的答案不見得對喔 這是錯的喔 因為除非它是邀請 我們才可以是some啊 這裡又不用邀請 所以我的答案是錯的 Do we have any rain here 什麼時候用到疑問句用到some Do you like some water? Do you want some coffee? 那個時候是邀請 而且很希望對方回答好 那個時候才疑問句才會是some 再來 第二題 have a lot of rain in summer 改成誤定 檢查一下有沒有司機 沒有 沒有 有沒有康康叔叔 沒有 那沒有否定的話 就是地圖找誰賣回來 嘟嘟伯伯 所以叫they don't 沒錯 就加這個詞就好了 they don't have food a lot of rain in summer 再來第三題 將來到冬天的時候會下很多的雪 layer搭配的一定是哪一個don't 意思 非常好 所以layer there is a lot of snow in Canada in winter there is 好 再來第四題 我們來判斷一下好了 來幫我把這兩個字先圈 this morning叫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過了沒 過了 所以像我這樣的話 它是過去式 今天早上通常都是過去式喔 那剛剛有人問說 為什麼它可以雙V 這不是雙V 這個blown呢 是一個PP 就是我的帽子被吹走了 什麼時候被吹走了 當我走在街道上的時候 所以表示今天的天氣早上怎麼樣 風很大 所以答案選 豬 再來第五題 the weather is going to be really 什麼東西 天氣即將 這個is going to be 畫起來 就是即將會怎麼樣 即將是怎麼樣 所以天氣呢 即將怎麼樣 so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take a heavy coat on your tree 我不認為你應該要帶一件大衣去旅行 表示你覺得接下來天氣 不要再大衣囉 不要再大衣 那應該會是怎樣 很熱 睡覺 hot and sunny 沒錯 誠實之意感 好 再來文法我們就一題一題講 來第一題答案 the weather is not always good in Taipei it 好看到it了 看到it了 去檢查你的講第一頁 it搭配的已經就是動詞 對不對 所以叫it r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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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齁 它是動詞 不是因為它很多語 它加了s不是很多 它沒得數 再來第二個 no snow 來算算看 你覺得這個snow是什麼字 那usually呢 就是我們B7可以學到的behold 動前 減答法 中間有人會找我 所以答案 behold動前 那可不可以用瓦斯 不行 願意用Jurie 所以用瓦斯的可不能選 再來呢 所以可不可以選B 不行 因為你只能it is 加形容詞 所以應該是it is snowy 才對 沒錯吧 it is 你有B動詞 所以搭配的一定是形容詞 所以B又不能選了 答案選 Jurie 這樣去辦開始 我怎麼說這顆很難 你還開始很錯亂 你可仔細看我下面的選項都是一樣 我的ABC就選項都一樣 可是它的答案都不一樣 來Look 什麼Renny 這個ING 前面一定搭配的是B動詞 可是叫你看 一定是看它正在做什麼 所以不可能是瓦斯 對不對 所以答案 加了ING它是動詞 既然是動詞 只有誰可以當主詞 你這樣 有看到嗎 答案在這裡 所以選B 再來第四題 Windy是形容詞 Renny是形容詞 剛剛好我講到的這一題有講到 因為呢 你要把它當形容詞的時候 只有一種主詞 叫做inges 所以答案選 Be 嗎 你們還在選B喔 不對喔 為什麼 因為Yesterday很好 所以真題要選C 這麼好騙 再來第五題 第一個 先選Last year 你知道什麼叫Last year嗎 去年 所以以時要刪掉 第一個 不可能有意思 有意思的我先刪 再來呢 因為Snow 在這裡是動詞還是名詞 名詞 所以名詞前面可不可以是It 不行 所以It不可能選 那為什麼不能選C 要It was 等一下 It is snowy It was snowy 所以他也不能選 答案選A 真的難喔 好 再來下面第一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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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答案 好多的 第二題 累 看到累了喔 你的動詞是誰 意思還是Rain 還是Snow 還是很 很酷 對算是累 Usually還Rain 一間年月四季 早中吧 再來第三題 為什麼我們用B的 你是要提醒你 它是過去式 那過去式呢 第一個 你有RNG 前面搭配的一定就是B動詞 可是B的又是過去式 所以你必須給我一個過去式的B動詞 Whether 意思很好 Whether is cold 再來第六題 再一次 Layer 真好 什麼 這要是瓦斯 對 Last week 對不起 Last week 好 再來下面 要你照圓工具喔 照圓工具 There was rain here last week 上個禮拜真的下雨 怎麼問你才會想 喔這禮拜 下雨 一定是問他 天氣 對上禮拜天氣如何 你喜歡whack開頭 還是how開頭先 隨便 如果你要用how 就how was 知道為什麼用was 對 Last week 還有題目本來就是was 所以叫how was the weather here last week 等於第二種 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所以有like你就找what 再來第二題 Does it rain a lot in Taipei 為什麼用的是does 記得喔 因為rain是動詞 那請你肯定又想打 肯定這樣做 yes 再來你的主詞 it 你的動詞 有意思嗎 這個是李先生最容易犯的錯 句子裡面沒司機他都生出司機出來了 24號真厲害 所以叫yes it rance 沒錯 為什麼要加s你知道嗎 對 英文的是本來就有s嗎 所以叫yes it rains a lot in Taipei yes it rains a lot in Taipei 再來第三題 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in Japan winter 請你用兩種句型來回答 總是下學 那因為這裡其實我們的句型有四種 你挑兩種就好 那我給你的兩種第一種 我希望你們當的是動詞 就是把snow當動詞 所以我們搭配的就是葉子 第二種你可以把它當名詞 可是因為日本跟我們沒有關係 你可以寫lay have 你可以寫lay have 因為好多種嘛 我只叫你們寫其中兩種 所以第一個是 it always snows 第二是lay is always snow 當然 你可以寫lay always have snow 第三種我寫在這 叫lay always have 原兵或動詞 然後snow呢 不加s 因為我的句型只要你寫其中兩種 可是其實有很多種寫法 吐他一下 好 再來第四題 is not a lot yesterday 那snow的呢 加了ed就是過去式 所以第一種叫there was 試試看 怎麼講 there was a lot of food 然後呢 snow 再來 yesterday there was 第二種要你用we handle 其實we handle也很好 因為就改這兩個字而已 因為他當名詞的時候 就這兩種句型 所以這兩個字改 其他都照他 都不一樣喔 你仔細看 後面都一樣 所以there was 就變成we handle there is 就是lay we have 難嗎 很難 對 因為這一刻有點複雜 是因為你第一個要先判斷 我們句子已經是主詞加動詞 主詞加動詞 主詞加動詞 偏偏這一刻呢 他的主詞跟他的動詞 都不能隨便亂改 好 再來就是給torika的時間了 講義沒有 可是呢 你要寫得出來 好不好 來 第七名 第一句 最快站起來的 有人知道嗎 there are always a lot of rains here 好 發現最快 請 there is always a lot of rains 對 對很好 叫there is 因爲不可數 來第二句 It is rain 好 來鄭先生先 It is rain 請坐 請坐 呂先生 It rains It rains嗎 句子絕對不能犯什麼錯 沒有啦 呂先生啦 他對啊 他答案是對啦 你再唸一次 It rains 對 記得Rain不可數 第二個還有鐵碑的寫法 記得當動詞的時候 記得打超人 所以It rains a lot in Taipei 請坐啦 然後人家站著 第三 請 Does it never rain 這是乾燥意思嗎 這是乾燥意思嗎 請坐 知道啦 因為你既然是have 既然是have 當然就不可以用it 所以要do it 再來第四句 直接看囉 好啦 It doesn't have a lot of snow 就變成with don't 記得with don't 第五題 Lei don't snow 不死 要it doesn't snow 這五題很難 回去上網看一下影片 再消化一下 OK喔